他們都離開那個地方道別的地方去生存 生存之後也過得不錯 一個女孩子他能有那麼好的家境 應該那個命也都不錯 等於說這個男生的機會剛好也來了 就過了不錯的生活 結果這個男生就都意義寡歡 都沒辦法快樂起來 他這個太太也蠻賢慧的問他說 老公啊 你為什麼都好像不是很快樂 他說 說實在的 我當初有個節拜哥哥在庶廟裡面 你看我見到你 結果你一拉把我拉到現在 一過了過了這麼多年 我真的很過意不去我當初那個節拜大哥 他說沒有關係 這樣好了啦 這樣我們來糟告天下的乞丐 我們要請客 這樣 主要乞丐他們以前沒有BB call 也沒有大哥大你知道嗎 但是他們最近有乞討的時候 老闆有亮一下給我多少什麼東西 他們就遇到明年的八月中秋 廣州什麼人要請客 主要這樣講 他們就一整個中國的丐幫 全部往南邊的廣州這個地方就寄急了 結果請客 主要過幾天之後發現了他的大哥來了 就跟他的大哥說大哥 你就不要再出去乞討了 弟弟現在過得這麼好 你就住在這個地方就好了 結果就住下來 住下來住不到一個禮拜 他就和他的弟說我還是要離開 我真的不習慣 我從住到你們家來 我都睡不著覺 因為睡得床鋪太好了 睡不著覺 吃了都拉肚子不習慣 結果也沒辦法 結果他的弟弟也很賢味 就包了一些包子就給他這個大伯 大伯 你這些包子吃完你再去跟人家祈禱這樣 他背得很重啊 出去的時候就離開再見 沿路上他就送給他的乞丐朋友 反正看到人家就送 你看當乞丐還是很有度量的 你知道嗎 其實那麼多的包子吃到會不會發霉 結果他昏 昏到最後剩下一個剛好中午一到 中午到了 他就趕快吐了 要拿起來的時候 一撥開的時候 眼睛一看到 他講了一字一話 住萬十五月 無萬太陽偏 只萬機無營 無萬太陽偏就掉了 因為那個包子裡面包白銀 本來可以出一輩子的 他送到剩下最後一顆 剩下最後一顆 你看到最後他還是要乞討了 是不是 所以今天的環境不管你過得怎麼樣 你都要接受 因為這一本基本是你與生寄來自於誰來的 你今天為什麼長得愁 你今天為什麼長得瀟灑 你今天為什麼有錢 你今天為什麼沒有錢 你今天為什麼那麼健康 你今天為什麼不健康 你今天為什麼有人緣 你今天為什麼沒有人緣 你有聽過嗎 做到流汗 讓人陷到流汗 有沒有這個 有沒有 有 我再講兩個故事 有一個一台大的那種塑膠機 一排 結果老闆就叫兩個在那邊鎖住那個機器 這個張三就鎖在這個地方 李氏就在旁邊看報紙 他就做做做做 張三粉針出的做 做到已經累了 跟那個李氏說你看一下我 我去上個廁所 這樣已經做將近三個鐘頭了 結果李氏來看機台的時候 張三去上廁所 老闆什麼時候不來 剛好這個時候來 就看到李氏很認真 在照顧這個機器 張三那一杯茶剛好一喝下去還沒吞下去 還沒吞下去剛好看到老闆來 那個當下你看怎麼辦 糟了 老闆就說做人要認真 尤其是年輕人 不要整天都要上廁所喝茶 人家升薪水的時候 張三升了少 李氏又升了多 你看你一定會很歐對不對 不然從明天開始 張三去那邊休息 換李氏來看機台 八點開始上班 老闆幾點出來 老闆八點一分就出來了 又看到你在那邊休息 對 因為你的命中帶著酒醜 酒醜 整個小孩子跑去跟人家脫災 那個環石流你知道嗎 那個主人來了一追 八九個小孩子就去追到你 就是會抓到你 你是最會跑的 你是運動健將喔 但是為什麼會被抓到 因為你被西瓜皮滑倒了 滑倒後來這剛好說到你 就是這樣 不好的東西都會發生在你身上 這個就是你的病 就是你的病 這是真誠的故事 還有 我在講我親身的故事 我心裡的故事